后面这一句告诉我们 逼顾人民 极乐世界 逼顾是极乐世界 由于成就一切智慧 顾得无比辩才 以肆无碍辩 红引发药 这是告诉我们 西方极乐世界 无比殊胜的成就 是什么呢 生到极乐世界 这四种无碍辩才 你统统去做 这个世界殊胜了 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你就得到四十八遍的价值 你就跟阿维悦志菩萨 但是你要知道 不是你自己修得的 是阿弥陀佛 愿意加持给你 你得到这个享受 得到这个享受 你就有能力 道极乐世界 在社防世界 到那个时候 你就不会看到地球了 地球你住 很多星球 你统统都住过的 你全都知道了 跟你有缘的人 不晓得有多少 不是这个 这个星球 跟你有缘 很多很多星球 跟你有缘的人 你全知道了 他们有感 你全都有缘 你有能力 像诸佛菩萨一样 成缘再来 众生有感 你有缘 缘就是成缘再来 什么缘呢 众生无病 是缘度 你发过这个缘 不管你是有意 是无意 到这个时候 统统要对写 应以什么神得度 你就献什么神 这个不可思议 能不能献佛神 当然了 像观世音菩萨 三十二应一样 应以佛神得度 就献佛神 应以菩萨神得度 就献佛神 什么神都能献 如果我们真正了解 认识 极乐世界的殊胜壮严 怎能不去吗 又何况 到了极乐世界 无量无边的法门 你全都得到了 一金通 一切金通 不是释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所讲的经过 都通了 摄放三十一切祝福 所讲 无量无边 横杀 横火杀树的 那么多的 金教 全都通 这个地方要不要去 值不值得去 还要拐别的弯吗 八万四千 难啊 这佛说的 叫南行道啊 这个法门叫 一行道啊 一行道得到了啊 南行道全都变成一行道了 一全都得到了 不是说 我这个得到时候 其他的得不到 那我还得考虑考虑 这个得到时候 一切都得到了 我就不必考虑了 这是真理 这不是外理 所以要想想 我们今天 自身的烦恼习气多重 业障多重 我们现在修学的环境 这种张难 有多严重 你都了解之后了 你才知道 只有这个法门 我们自己才有把握 能不能走得通 能拯救 其他任何一个法门 没有把握 这是真话 不是假话 我不能走得通过来就会 是不是傻子